中文字幕——YK 郎平也曾说过的冯坤只得天下这样的高度评价,可见他当时在队伍里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可或缺的,作为场上的灵魂,他的打法也非常凶悍,拦网和防守的能力都是一流的,敢打赶平的他动作也十分灵活,技术全面,场上的意识也很足,还凭借自己出色的个人,实力获得了最佳二传的称号,可以说,在他的职业生涯里, 满是光辉和奖杯 在带领中国女排获得雅典奥运会冠军之后,冯坤没有几年就宣布退役了,因为竞技体育实在是残酷,对身体要求和年龄的要求都太高了 毕竟,年龄是跨不过去的坎,冯坤在高密度的训练之后,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,2011年,他光荣而隆重的退役了,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排球事业,以他的家教,高知分子家庭出身的他,心态十分冷静,没有运动员该有的迷茫和低迷, 他坚决地选择了体育管理事业,目光坚毅,选择也很果断 退役之后他的身材开始像其他运动员一样发福,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健 但是他依旧是那个有主心骨的逢婚,他的性格十分他是靠谱,没有人对他的选择质疑 就在这时,他做出了他最大胆的选择,嫁给泰国人 众所周知,泰国和中国在各种方面的差距都太大了,不管是语言还是宗教方面 但是他的性格是一旦做了决定,就不可能别任何情况阻止 在2014年,他与泰国女排总教练加提彭结婚了,在曼谷举行的泰式婚礼也请到了很多他的老队友 在那个他最幸福的时刻,丈夫也表现得十分贴心 此后,二人的婚后生活都十分甜蜜,但因为加提彭在泰国工作,而冯坤在北京 他们努力的克服了很多阻碍,曾有段时间加提彭还在北京女排执教过 但因为成绩不佳而被辞退了 在北京执教期间,加提彭的收入十分高昂 据称他争了千万回国,回国后二人又恢复了异地的情况 冯坤作为中国女排名将,退役后加泰国排球教父 但教父回国正千万后分居,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,只能祝福他们了 我会说,我们不得而知,只能祝福我们的家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